花蓮睡眠代表会第21届第8次定期大会开议了 17号进行市长施政报告 为加弦他针对了上半年度执行的工作来进行报告 未来也会带领市政团队秉持着友善移居 安全便捷族群共融观光活力四大理念 来逐步实现活力城市健康花蓮的目标 在市民代表会主席出美术的敲锤之下 花蓮市民代表会第21届第8次定期大会正式展开 17号首先登场是市长施政报告 市长为加弦并且针对110年度 三半年度所执行的市政工作 足以向市民代表会的代表们进行说明 在我们能够开启外交 透过运动观光 在各项的成绩都交出非常漂亮的一个市政成绩单 另外虽然遭遇到2018年6级的强震 花蓮市在各单位高效率的一个应变之下 还有外界强力的资源快速重建走出阴霾 我们一直相信作为工部门的主事者 应该秉持着民生环境 还有共荣的一个前提之下 必须思考到未来10年20年后 更长远的建设蓝图 才能真正让民众走向永续 给后代子孙更好的一个前景 换市公所已经将明年各项预算 先行做相关的规划 不会让市政的建设因为首长的轮替而有所停滞 这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对市民的承诺 今后在贵会的支持跟监督之下 市政团队一定会继续以市民全体的福祉作为前提 力求提升服务品质 以及创新思维 以及高效能的执行力 来满足更多的民意需求 市长我想要表示 感谢代表会长期以来对市公所的支持监督和勉励 让市政工作能够得以顺利推展 市公所会继续做好无名服务的工作 来造福市民的权益 记得喜欢华州导